说起战斗机的航程问题,会直接关系到飞机的作战半径大小和具体战术应用。 由于战斗机机身普遍不大,考虑到发动机推力大小和寿命维护的问题,往往战斗机会尽量做得小一些。 即便是这样,为了增大飞机的航程和作战半径,一般飞机40%的重量都是发动机和燃油,有的机型这个占比达到60%, 如果机身的燃油不够,往往采用加油机中途加油的办法来解决。 然而近期,美国的战机就因为空中加油而造成了重大事故,战斗机在空中加油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,危险性不亚于战机在航母上起降。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本月6日的消息,驻扎在日本的美军飞机出现的一起严重撞击事故,两架飞机坠毁,多名飞行人员下落不明。 根据美国媒体的消息看,这两架飞机分别是KC-130空中加油机和FA-18F超级大黄蜂战机,这两款飞机都是美国的主力战术飞机,损失可谓惨重。 这两架飞机从日本的盐火空军基地起飞,展开训练活动,不料飞行到日本四国岛高支线以南100千米的海上出现了意外。 当时两架飞机正进行空中加油训练,突发意外状况相撞坠海。 当时KC-130加油机上有5名机组人员,而F-18大黄蜂战机上有2名驾驶员。 事件发生后,出示战机的辽机第一时间向基地发出了求救信息,同时留在事发区域,一方面为球员部队提供坐标,另一方面考虑到,如果有人受伤流血可能会引来鲨鱼,需要在高空飞行警戒,保护落水人员。 基地得知情况后,驻日美军和日本空字迅速协调,展开联合救援行动。 凌晨5点时,成功拯救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,即使赶来的日本水面舰船又救起了另一名美国伤兵。 日本方面在行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,让美国人感到很满意。 根据美军太平洋执行主任贝克的说法,这次事故极有可能是因为加油训练发生失误,加油软管队接出问题,并撞上战机造成的。 空中加油一般采用两种模式,一种是软管加油,另一个是硬管加油,硬管加油是比较传统的方式,但相对来说比较可靠。 而软管加油,虽然更方便快捷,但可靠性略显不足。 KC130用的正是软管扶毛式,因为软管在空中很容易受到各种空气波流的影响,发生位移。 战机需要多次对接才能对上,如果发生比较大的偏离,可能直接撞到战机,影响到两架飞机的稳定性。 其实,这已经不是KC-130第一回出事了,去年就有一架KC-130因为螺旋扬老化而坠毁,造成16人遇难。 这次的加油事故,让人想起了美美此前曾嘲笑歼20采用硬管加油模式太过时。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,显然歼20的加油方案是非常可靠的,能够最大程度保护好隐形飞机和加油机。 软管加油的方式虽然可以实现多机同时加油,但输油效率不如硬管。 好处主要是拆装方便,显然从保护飞机安全的角度出发,硬管并不落后,你那里冷吗?你那里下雪了吗? 今年的冬天对于笔者这样的南方人来说感觉来得有点突然,天气说变就变,说冷就冷,前两天还是大热天穿短袖,后一天感觉一条裤子都穿不住了,突然到来的冷空气给人的感觉就一个字冷。 但是对于北方人来说,这样的天气恐怕正常不过了,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早早就下起了雪。 我们的冷对于北方人来说并算不了什么,当我们还没有零下10度时,北方可能早已突破零下10度,而我们国家的造船重地大连也是如此。 近日,根据网友拍摄的照片显示,大连造船厂已经下起了小雪,正在改装的辽宁舰和漆装的国产航母均被一层白白的小雪覆盖上了。 据网友透露,因为手将小雪,甲板上的漆装工作也停止了,而002型国产航母第三次海事刚刚归来不久,目前还处于下一阶段的漆装过程中。 如果不出意外,第四次海事时间将会在第三次海事后的一个月左右进行,也就是说12月国产航母将会进行第四次海事。 大连造船厂作为我国最重要的造船重地,而且大连港处于常年不动港,即使下雪降温了,国产航母也能继续海事。 另外一艘航母辽宁舰目前也在进一步升级改进中,辽宁舰自进入船务改造升级以来,至今已持续数个月时间,而整个升级过程可能会在半年以上,也就是说辽宁舰也将会在今年过后才有可能,再次进入海军执行日常的训练任务,同时也不排除期装更久的可能。 因为辽宁舰自从2012年服役以来,至今已走过6年多时间,已经到了升级改造的年限,加上全球所有航母中,升级改造过程都非常复杂且耗时,短则几个月,长则一年两年,就像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一样,升级改造计划超过两年。 作为我国首艘航母和首艘国产航母,辽宁舰同002型国产航母有很大的相似之处,可以说002型国产航的建造参考了辽宁舰,在辽宁舰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和优化,两者排水量均为6,5万吨级别,舰体长度宽度和布局基本相同,但是两者也有不同之处。 相较于辽宁舰,国产航母的滑越甲板小度比辽宁舰小了2度,舰岛面积缩小了15%,内部基础面积增加了不小,使得国产航母的舰载机数量要比辽宁舰多不少,作战能力也将会进一步提升。 一旦辽宁舰改造完成,国产航母服役,中国海军将正式进入双航母时代,海军实力也将进一步提升。 除了辽宁舰和国产航母以外,前不久据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,中国新型航母已经在船台上有序进行建造,这意味着第二艘国产航母已经在建造中。 其中又提到新型国产航母,说明第二艘国产航母将会与第一艘国产航母有所不同,不排除第二艘国产航母采用直通甲板的设计和安装弹射器,同时也不排除采用核动力加核动力的可能,排水量也有望突破8万吨。 总之国产航母的发展之路将会越走越快,越走越强,为此,我们共同期待。 本文由现代海空军军民哨所创作,任何平台或个人禁止抄袭和转载,为者追究法律责任。 本月初,在我国航天发射基地之一的四川西昌卫星发射基地,一枚搭载了十颗卫星的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升空, 在这十颗卫星中有两颗是我国北斗导航系统的组网卫星,也是我国北斗导航系统完成全球组网的最后两颗卫星。 这两颗卫星的成功入轨标志着我国北斗,导航成为借美国GPS导航之后全球第二个完成全球组网的导航系统。 而在2020年前,我国还将继续发射导航卫星。 预计到2020年,北斗系统将拥有44颗组网星,对此,有专家预测。 到那个时候,北斗的定位精度将在现有民用10米级军用1米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,军用精度可能会达到10厘米级。 作为导航界的鼻祖,美国的GPS系统一直是世界最好的导航系统。 早在上世纪70年代,美国就已经发射了第一代GPS定位系统。 GPS的出现是划时代的,它的出现大大加速了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速度,改变了战争模式,远程导弹精确打击成为了战争的主要模式。 截至到今天,美国的GPS已经发展到第三代,定位精度也从最初的几十米级提高到1米以内。 其民用版也能实现10米内的精度导航,凭借着优异的性能,GPS占据了全球90%以上的导航业务,不客气地说世界各国都在依赖GPS。 据美国媒体报道,近来,随着美伊关系持续恶化,美国开始不断加码对伊制裁力度。 而在经济制裁,石油制裁之后,美国现在正在考虑添加一个新的制裁,停止对伊朗提供定位服务,切断伊朗境内的GPS信号。 而这对伊朗来说打击巨大。 众所周知,伊朗虽然是中东强国,但与美国相比,伊朗显然还是不够看。 如果硬碰硬伊朗根本没有一点机会,伊朗军方也十分清楚这一点。 因为伊朗一直致力于发展非对称对抗武器装备,而导弹就是其中的杀手锏。 伊朗拥有一个庞大的导弹库,总计拥有近程,中程导弹数千枚,一次发射可以瞬间毁灭掉美国所有的中东基地,也是伊朗对抗美国的王牌武器。 一旦美国切断导航信号,伊朗的这些导弹都将变成瞎子、废铁。 这对于伊朗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。 面对这种情况,伊朗方面开始积极寻找对策。 以伊朗现有的航天水平来看,自己发展导航系统基本不可能,因此只能求助他国。 而目前除了美国的GPS,世界上仅有欧洲的加利略,俄罗斯的格罗纳兹,中国的北斗科工选择。 其中欧洲的加利略目前进度缓慢,根本不具备提供服务的能力。 而且作为美国的盟友,欧洲也不会向伊朗提供服务,因此格罗纳斯和北斗成为伊朗最后的救命稻草。 这两大导航系统相比,中国的北斗无论是在导航精度还是在覆盖范围上都有明显优势。 因此伊朗人最终选择了北斗,并向中国提出购买3700套北斗芯片的订单。 面对如此烫手的大单,接还是不接成了一个大难题。 接了就意味着得罪美国。 感谢观看